我是去年4月到英国利兹 到利兹大学 国际公司法专业 说了事 我一直待在英国的 就是英国它官方发布的 都是一个当天的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文字 一个数字 下面的人对前面发生了什么 是没有概念的 我们国内都是发布的 单关统结图 通过大数据来生成的 自动生成的 英国是没有这个的 我之前是学这个专业的 学社会工作的 然后我是有这个统计的背景知识 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个事情呈现出来 让民众能够去了解 我们现在疫情处于什么阶段了 然后既是一种了解 也是一种对他们的鼓舞 鼓舞大家去关注 官网发布最新的数据之后 下面就有很多的网络在等待 让我们等待我来更新 除了就是发布数据以外 就是回答一些网友基本的问题 有的网友认为就是 死亡率就是现在的确诊人数 比上因这个疾病死亡的人数 但实际上我告诉他们 就是这样的死亡 并不能确定为死亡率 因为这个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 并不是处于一个同等的阶段 所以不能直接做比较 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 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坚持 要待在家里面 或者是一起来战斗 抗击疫情 渡过难关 因为我最初发布的时候 刚刚提到是115个确诊 到昨天的时候已经是 18个确诊人数了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 更多的人在关注我推测的时候 大家也就是表达大家 是对疫情的关注 而且包括昨天我上街购物的时候 看到英国人 虽然有些人不戴口罩的 但是戴了灰镜 我已经把嘴蒙住了 当初只有几十个粉丝大概 大概就最近一周的事件 因为这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关注我推测的人 他有相关的医疗工作者也好 大医院的一个议员 然后他也是经常跟我互动 还包括一个在唐宁街工作的 一个警长 民众其实非常的热情 我能温感到 周天下午的时候 还接到了来自卫生部的 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 他说他们因为他们 每次只能发布一条信息 所以无法绘制这个图表 然后他们也更新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有折线图的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不能及时更新 可能每天会延后很长时间 所以他比较感谢我能够 在他的规刀下面 马上能够生成这样的处具 发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话 是对英国此前的一个 教会保守的防疫措施的一个不满 其实也是一种民间去表达 就是对政府的一个溯源 看视频 上澎湃